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2023年马股的表现犹如过山车一般 高开低走 富士龙综合指数在2023全年下滑了40.83点 或者2.73% 在亚洲股市当中排行第七是表现较差的股市之一 而马股在最后一天的交易日也以1454.66点 写下了自2009年以来最低的封关记录 那如今迈入新的一年有市场传言 马股还会继续吃蟹药甚至还会暴跌 2024年股民真的需要预备好经风伞来压经吗 那对于马股2024年会大跌的传言 三位股市及财经分析师在接受八点资论报的访问时 都不表认同 理财顾问黄春梅他就指出 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有没有变好 他的股市往往都会在提早半年 或者是一年之内反映出来的 那虽然马股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因为美联储持续加码升息而大受影响 但是随着美国国内的通膨情况有好转的迹象 美国股市早在去年的10月份开始 就迎来一波牛市了 因此他认为如果美国有如预期那般 在2024年正式进入降息周期 那么相信马股在2024年也会有所好转 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则认为 除了美股之外 其他的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的股市 在2023年的下半年之后也开始狂欢走高 那整年下来大约是提升了15%到20% 唯独中国还有东南亚股市还没有看到回升的迹象 不过张国林也补充 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来看 2023年的表现并没有比其他的国家逊色 因此他认为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股市 包括马股很可能会在2024年迎头赶上 马股指跌回扬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在回顾马股2023年的表现时他在说 在2023年的上半年期间 团结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份彩案 并没有让投资者感到惊喜 再来到之后的六周选 因为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 也让投资者对马股有所保留 所以马股上半年是表现平平 但是进入2023的下半年 在首相安华宣布引入外资 包括特斯拉还有吉利 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宣布 比如说放宽第二家园计划 重启龙兴高铁等等 那陆陆续续出现了 让马股提升的催化剂之后 马股就逐渐迎来曙光了 因此刘李玉就认为 马股在2024年的表现 还是值得期待的 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 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和理财顾问黄春梅 在受访时都乐观认为 马股在2024年 会比2023年来得更好 那究竟有哪一些板块 是值得投资者期待的呢 受访者分别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旅游业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呢 是大概在6.2%左右 而且我们进来呢 尤其就是那些免签证 包括中国印度 不用免签证呢 我觉得肯定会带动很多旅游客 然后第二呢 就是制造业 电子行业的话呢 我觉得值得去留意一下的 其实甚至于那些建筑股呢 就是毕竟过去两三年的话 因为政府很多不太稳定的事情 很多工程要上又不上 我觉得应该开始 有一些工程会开始好 这一堆整个区 也是有它一定的帮助 而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 刘李玉认为 随着首相安华今年宣布 政府原则上同意 重新启动龙兴高铁之后 如果有私人界 愿意参与有关项目 并提交计划书 那么投资者可以留意 其中一些相关的板块 理财顾问黄春梅则认为 过去两年一些表现疲软的板块 很有可能会在明年从谷底反弹 我们要明白咯 风水轮流转 好的时候它就会变差 差了过后它又会变好 那种做出口的 一些中小型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这些公司 是蛮值得期待的 因为过去的一两年 都表现得很差 比如说EMS 比如说一些科技类的 虽然受访者提出了一些 值得期待的板块 但张国林提醒 政府也在明年调高服务税到8% 并且实施奢侈品税 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国人的消费意愿 刘里玉则认为 大马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密切 如果中国的经济在明年 没有办法如预期般的复苏 那么投资者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中国没有办法的 像预期般的复苏的话 像贸易的这一个板块 可能也是要去留意 到底shipping 3 logistics 3 transportation 是有没有增长的空间 我觉得有一些比较要谨慎一点 可能就是对本地消费的行业 消费股 尤其是对本地消费的 因为毕竟明年的话 大家知道说 我们服务税会从6%调到8% 然后政府会有比较正面性的补贴 简单的说补贴会减少 减少的话 在此就少一点钱 然后接下来 你用的这个 high value added tax 那些 我觉得可能它肯定会影响一点 本地的消费 我觉得那个就可能要比较留意一点 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渝 在受访时 也提醒投资者应该要先做好功课 他们可以根据某个公司的业绩 或者盈利的表现 才决定要不要 或者说怎么样进场 要是一些公司或者行业的业绩 没有上升的话 那么他就建议投资者应该先回避 而理财顾问黄春梅则认为 在这个市场上 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准确地预测出 2024年马股的表现 到底会是好还是不好 他提醒投资者 不要把股市当作赌场 或者是赚快钱的地方 投资者应该明白 自己投资的初衷是什么 包括必须要有这个概念说 那这一笔钱投放下去 并不是说近期会用到的 而是未来才会用到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